记者黄美朱坚实报道,今天是春节后各行各业的开工日,但是新竹县坚实乡梅花村有两三十名乡亲却不去上工范习去在梅花第二公墓入口处抗议,因为他们担心春节后继组之路被封而无法进行。 新竹县议员范昆松要求陈姓帝主本月底前拆门还通行权,否则清明将至兼十乡各村势必深圆梅花村进行激烈抗争。 这些抗议的乡亲今天早上八点多,就在现议员范昆松代表会副主席徐建福,代表许清光,梅花村长陈文斌等带领下,陆市集结在梅花村四至七零连外道路通往公墓的产业道路交叉路口,他们占地高喊拆除障碍,还我路权。 村长陈文斌说,梅花村总共有四个公墓,第二公墓是近九城村民的祖先长年之地,他们从至少四十年前开始,就经由陈姓地主牵手,赵姓男子所有的私地徒步或是骑车上山祭祖,农耕。 近年陈姓地主辗转从赵南手中取得土地以后,已经从前年开始连续三次设铁门阻挡,他们实在忍无可忍。 范昆松说,这条道路是继承道路,从原先只有人走,机车走。 在民国七十三年将顺标担任乡长的时候就拓宽为现在的四公尺道路,后来的香肠将锐杆铺上水泥路面,很多乡亲还自掏腰包缴了配合款铺路。 范昆松要求陈姓地主不能欺压当地乡亲,必须在二月底前自行拔铁,门柴除,否则梅花乡亲寄不了组,无法扫墓,势必会引发激烈的抗争。 陈姓地主受访说,他在民国九十二年取得土地,原来的地主就有设铁门,他并非为南梅花乡亲戚组,实在是他在一百零四年发现自己土地附近有人私自开发露营地。 不经他同意,在他的土地上深设电杆海盗砍他土地上的大树,他目前跟对方有怯战的官司诉讼中。 他说,他取得土地十几年来铁门都没有上锁,无论乡亲要出入耕作,运出农产或是扫墓祭组,只要打开铁门就可以。 没想到因为前述跟露营地的纠纷演变成乡亲,误以为他阻挠原名扫墓三番两次被拆掉铁门,去年底才重新再靠近梅花村四到七零的连外道路处新设铁门以身是主权。 他说他不可能拆除铁门,但是可以开门提供扫墓和农耕通行。